来到明三月严社中心所推动的一个新的讲座系列 这个讲座系列呢叫做跨界学术桥 它的目的呢主要是要推进学术跟非学术之间的交流跟对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常年观察下来 其实我发现学者跟非学者之间 其实共享很多类似的关怀或者是兴趣 但是呢因为他们又各属于不同的世界 所以呢交流或者是对话很少 所以呢人社中心呢开设这个跨界学术桥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推动彼此的多一点的对话 然后多一点的互相了解 那这个方式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彼此关怀的不同面向 还有可以学习不同的分析能力 以及不同的书写能力 我觉得对朋友们或者是同学或者是老师 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 那我们这个系列呢 由这本书就是留下来的人作为第一本 其实呢还有很多很好的书 我们接下来都会陆续的推动 我们选择这些书是因为他们在出版或者是发表之后呢 都引起很多讨论 也无论是在线上线下 我都常常听到不同的人在讨论这些书 所以我们就会从这些书开始 那陆续就会纳入更多更多很好的书籍 今天呢我们这本书呢邀请到当然是作者 就是作者康书亚同学 同学嘛 我们的讲者 来跟我们分享 那康书亚呢 现在 刚才我为什么叫他同学 是因为他其实现在还是具有同学的身份 也就是他现在还是在英国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里面攻读博士 他这本书呢是从他的硕士论文改写的 那他的硕士论文呢曾经得过社会学的田野研究奖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 他怎么样跟我们分析他在田野 就是他在田野的经验 以及他怎么改写成这本书 那另外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与谈人是杨培山 排到社工系的杨培山老师 杨培山老师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已经久仰罢名 因为呢他在长照或者是老人福利方面的研究 已经很久了 累积相当的成果 那他也擅长直性的研究 跟很多社会学家不同 他直性研究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合适来跟苏雅对话 那现在呢我就把麦克风交给苏雅 请他来介绍这本书 好 大家好我是苏雅 然后谢谢刚刚魏明老师的介绍 我现在还在念博士班 那我在开始今天的讲题之前 就是稍微先介绍一下 我写作这本书的背景 这本书是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写的 就是在我刚拿到硕士论文的学位之后 那这本硕士论文其实也是跟我自己本身的生命经验很直接相关 因为我小时候老家就是在这本书写作的地点台西村 彰化县大城乡的台西村 但是我在成长的过程中 其实一直都是在台北生活 很少回到这个地方 然后了解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所以其实是一直到很晚的时候 就是可能高中大学阶段 才可能因为一些社会议题 然后让这个地方浮上台面 然后我也是从这个起点开始去重新认识 了解我自己的家乡 然后后来也是以此为题 然后写成了我自己的硕士论文 然后后来又改写成书 好那我今天主要的讲题是 专注在讨论安老在乡的这个议题 其实就是乡村高龄者的照护跟他们的生活的处境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社会福利的专业工作者 也不是相关背景的学生 所以其实我在书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的切入的角度比较是从他们一般的生活情境着手去描述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会看到非常多关于这个地方的高龄者 他们一般日常的生活是怎么度过的 然后我也会回溯到他们比较早年的 在青壮年时期或者甚至是童年时期的发展 跟他们那个时候经历的困苦 以及早年的这一段生命的经验是如何联系到他晚年 面对他自己身体逐渐衰退 然后没有办法在维系从前的那种生活的时候他怎么做的种种的调试以及他心境上的转变等等 好那这张图首图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家乡的一张照片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整个景观的模样跟我们所认知的一般都市里面的城市的风貌有很大的不同 基本上这个地方因为多年来都没有经过很大的开发 所以大部分都保留着就是从前那种传统山河院士或者是一般的Togatsu的那种形态的房屋 那也有小部分可能在后来就是有经历过子女的整修 所以开始盖起了透天措或者是一些比较新的楼房 但是基本上这整个村庄的纹理还保留着可能50年前或者更早以前的那种 乡村的道路的模样就是他是一个没有经历过现代化都市规划的一个很 能够呈现早期台湾农村的面貌的一个地方 那在开始讲述所谓高龄者的生活以前可能还是有必要先就是就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以及他的基本的状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从这张图就是可以看得到其实台西村他是位在台湾的中部西部 然后佐水溪的下游处一个非常小的村庄 那我们从就是手这个就是比较大张的这张方形的图里面可以看得到 其实这一条河流就是 佐水溪 那台西村他就是位在佐水溪的上游上上方 他的北方 跟佐水溪相对的就是云林县 那这个村庄他因为就在河流旁边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整个生活形态 还有他们的生计形态都跟这条河流脱不了关系 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其实在后面我也会稍微去介绍一下 这条河流跟这个地方的人如何看待他们的 生长环境或者他们与 自然环境的关系有很大的 影响 那台西村他是一个 大概只有400多人的小村庄 里面有200多个人都是老人家 这句话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去跟 台西村的村长做访谈的时候他跟我提到的一个 现象 那之所以他 为什么我要引用这句话的原因是 其实我们从统计数据上来看 这个地方的人口数据其实是不准不准确的 因为 在人口数据上呈现的会包含那些 涉及在这个地方的终身带或者是已经 出外的 亲人 或是一些长辈等等 但是他不能够真的 实际反映到这整个村庄的 人口组成 因为有非常多的人其实都已经离乡了 他们只是涉及 那 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实际走在这个村庄里面 你就会发现 主要的你遇到的人真的大部分都是以高龄者为主 那 可以说 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村庄真的是一个 以高龄人口为主的 村庄 那 这样的村庄他现在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现象就是 这个村庄是毫无商业机能 也就是说他 一间杂货店都没有 如果 大家要 就是进行日常的 生活需求的满足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到附近的大城市区 或者到更远的惡灵镇的中心 他有办法满 但是这一些路程其实从这张图 看可能看不出来但是 这些路程对于高龄者来说都是 非常 挑战的路程因为他们一定需要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才有办法抵达 那个不是步行就可以就可以到达的距离 那所以 显然这个交通的议题在这个地方他其实就成为一个 影响到他如何去行使他的基本 生活的很关键的课题 好那这本书我是用 这本书的可能前半段跟后半段来做一个区分 那这本书的前半段其实就是 在回溯 这些高龄者早年的 生活 那包括他们 从小 可能 童年的时候经历过 日本殖民末期的战乱 然后 贫困 饥饿等等的 这些 比较艰辛的情境 那一直到他们可能 青年了壮年了开始成家立业 然后必须要在农业或者是 漁业之中讨生活 然后 四处在台湾 本岛各地迁徙的这个 很艰辛的过程 以及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他们 跟他们邻里或是他们的亲友或是他们的家庭 他们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如何 建立起来的 那在第2个部分其实就是 专注在讨论这些高龄者他们晚年的生活情境 那其实整本书的书写因为 我希望他可以表现出跟论文 比较不一样的 方式所以 其实整个书的书写都是以 人物作为 每一个篇章的 重点 所以 在阅读的时候比较不会是以 议题性的方式在做讨论 但是今天就是我在讲 这个讲题的时候可能会 稍微抓取一些重点 然后让 这个讲座可以用 比较 切入一些 议题关怀的方式在 在做讨论 好 首先就是先 稍微给大家看一些 照片来 对这个地方更有感 那其实刚刚有说到 佐水系 他其实是一条 非常影响台西村人的 生活生命的 一条河流 原因是早年的时候 佐水系他是一条非常 经常泛滥的河 所以只要到了夏季 风水期的时候 开始下大雨或者 迎来台风季 那这个地方他就非常容易受到这些 水患的影响 所以 其实 一直到 我父辈的那个 那个 年代 他们都 曾经经历过因为大水 然后 需要 离开家里或者需要去 提防上避难 或者甚至他们也曾经听过一些 老的老人家跟他们讲述过 从前其实在佐水系的 河滩地 其实曾经是 人口最繁盛的地方 但是现在都 毫无人烟 原因就是因为曾经一次 水患夺走了 非常多人 非常多人的性命跟 财产 所以 这些人后来都往外迁徙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 这条河流他虽然一方面 补育了 这个村庄的人的农田 但他另一方面其实也造成大家 生境或是生活上的不安定跟变动以及风险 那这一条 这一道堤防他其实现在是 台西村里面最重要的一道景观 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 其实堤防他在后来可能 经历过更多现代化的改建之后 成为一座 已经高达三尺 以上的 稳定土RCT堤防 那他就跟以前 早年的时候他们这些高龄者他们经历的那种土的堤防 构造完全不同 所以现在堤防是 不容易崩塌 然后也不会在 让人那么轻易的可以攀爬 或者是 与他产生互动的一道堤防 那 其实在桌水溪这么多年以来 经历过很多现代化工程的介入 他也逐渐从以前的那种大河滔滔或是 非常凶险变换不定的那种状态 转换成一条 基本上我们在下游的这个 河段其实是很难再看到以前那种 很多水量的 丰沛的景象 所以 其实人跟水之间的关系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大的变化 但是 这些高龄者他们对于这条河流的记忆其实还 保留在 早年他们与河流相依的那种 既敬畏又 有恐怖的心情 那这个也是影响到他们如何跟这条河流互动的方式 好那这个村庄他因为是处在 卓水溪的下游河段 其实离 出海口非常 相近 所以这个地方的地力一直都不是非常 发达或是很 很适合 农耕 所以其实在早年他们都是以 花生或是番薯这样的到作为主 直到晚近可能开始经历过农业改革 然后开始引进很多的机械或者是现代的 跟田的方式 最开始出现的倒作跟蔬菜 但是在早年的那个生活其实是 非常困苦的 在只有花生跟番薯的年代 其实大部分的人 对于民 都是 很珍贵很稀有 然后非常的 得来不易的 食品 那这也可以说明他们其实从小 经历的那种 生活是贫困 其实都深深的去影响到他们晚年在 对待食物对待土地的 的态度 那另一方面其实这个农村 因为临近海出海口的关系所以有非常多的渔市活动 那像是朝间代的 捕捞或者是 牡蠣养殖 等等这些都是 非常常见于这些 农家的生计形态之中 那只是说因为海 是非常具有 变动性或是非常风险的 一种 环境 所以 其实在这个村庄里面的淘海人他的数量其实并不多 那也因为时常传出意外或者是有非常多的 生命上的风险 所以 其实 在 晚近 可能二三十年来的淘海人的 整个状态在 台西村几乎都已经消失 那 所以海洋对他们而言就也是成为了一个 偶尔能够去赚一点外快可是 不能够长久依赖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跟他们非常亲近的一个 一个环境 然后也是他们 因此发展出来的一种生 生计模式 好那刚才说到就是和 佐水溪他对于 就是这些台西村的人 非常有非常多的影响 其实这也是显现在他们去 祭拜西王的这个特殊的仪式上 那祭拜西王其实就是他们每一年在 台风祭的时候会有一天 然后专门来 佐水溪的河岸 然后进行祭拜西王的仪式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祈求 希望不要作乱 然后让他们的 农田 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那 就会请出可能 当地庄头的 重要的保护神 然后来跟西王谈判 所以其实一直到今天 每一年的 农历7月16日 都还可以看得到 这样村人 就是带着他们 每一家户的贡品 走下堤防 来到河滩地 去 跟西王祭拜的这个 画面 那其实这个画面他在后来 台西村经历了一些 环境上的争议 空污的争议之后 也逐渐浮上台面 然后吸引了非常多人的关注 那台西村就是讲到台西村 就不得不提到 在2010年左右 其实他经历了很多的 环境运动的洗礼 一开始是六清 因为 六清他就说在云林县麦寮 那麦寮香他如果大家有注意看那个地理环境的话 可以发现 其实麦寮就跟台西村只有一水之隔 他其实就是在佐水溪的下方而已 但是 当年在讨论设立 六清这个 重化工业厂的时候 其实 主要讨论的焦点都是 专注在云林县 云林县境内的人的 想法 所以很少去关注到 彰化县的人 怎么 怎么去理解这个 就在他们隔壁的重化工业厂 那只是说在 可能 已经 设立了十几年之后 台西村的村人开始感受到 六清带来的影响 包括像是他们自己 可能出现一些 健康上的 危害 开始有非常多人罹患癌症 那 包括他们的农田以及他们的余温等等的 环境受到影响 所以他们开始出现了一些 抗争的行动 那照片中的这一本 南风摄影集 他其实就是当地的一个 摄影师 许正堂他所 著作出版的一本摄影集 他在这本摄影集中 除了就是记录下 这些所谓罹患癌症的村民 他们的身体的形貌之外 其实他也记录了非常多台西村30多年来的 环境变迁 那因为这本摄影集的关系 其实后来也引发非常多文化界 一文界 环保界或者是一界的人士一起来声援这些 行动 所以后来就出现非常多的 新闻媒体的报道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台西村的村民他们 越上反面 就是开始跟公众现身说法 去告诉大家到底他们身体的感受是什么 然后他们如何去经历 这些环境的风险 但是整体而言 其实我觉得在 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环境运动的关系 去重新关注到我的老家 然后在那个阶段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 震惊的 因为我从小都不知道自己的家乡 其实发生这些 有这些议题存在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可能 整台湾的 范围中 其实被归类在比较偏远 或是比较 乡乡下 或是比较 难以 到达的地方 他可是 当我在说是阶段的时候 开始回头去 爬出这整个地方的时候就会觉得 很少 有人把那个关注的焦点放在 更长期的结构性的这个乡村的发展上 其实如果我们 以一个比较长远的时间的角度来 解读这个村庄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些 这些运动的发生 其实他都是根植在这个 这个乡村长年的 发展的一个历程上 因为这个地方他其实是 经历了 工业化之后 农村的人口开始大量的 流失然后 逐渐衰老的一个村庄 好所以 这就是我开始去关注 这个村庄的高龄者的议题的 那其实 整体而言如果我们回头去 简直我刚刚说的那些话 其实就会发现 这些对这些人来说 其实真正的 生活的重心 是在他们的劳动 他们的劳动的 重心的那个程度 到 什么程度呢 其实是 跟我们现在一般在理解 工作的状态是有很大的差别 对他们来说 其实劳动是 从早到晚 只要他有办法做 或者是 只要这个 这个 这个工作是需要他这么做 这么投入时间的 那他就必须要完成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陶淮仁他在跟我说 他曾经站在海水里 站12个小时之久 就为了要等待那个潮汐的 长退 那或者是 在 做田的人 他可能 需要 有非常 在农闲 农忙的时候 需要有非常高的人力的 投入 然后一起把这个农货收成 在很快速的时间内解决 其实就是 因为天后 因为地理条件的关系 他们发展出了 相当仰靠 天地自然环境的一种生计的模式 那其实也 也就使得他们的整个生活的 足够的 图像 会围绕着他们的劳动生活来 建立 因此他们在 早年 青年 壮年的时候 养育自己的子女 或者是 家庭的模式其实都是在这种 冲促 然后 非常急迫 然后为了生计 奔波的这种环境之下 所 开展出来的 那其实当我在 回访这些高龄者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听到 他们去 尤其是 女性的长辈 他可能就会跟我诉说到 当年他对于 大女儿的一份愧疚的心情 因为当年的大女儿 这些大女儿们 他们可能都是 必须要跟着家里的 这些农业啊 或者是 渔业啊的生计活动来 进行 他自己的生活 所以 当父母非常忙的时候 他们就必须要担负起 可能小妈妈的责任 所以养育自己的 弟妹或者是在家里面照顾 小孩 然后 处理家务等等 就会落在这些 大女儿的身上 那也有非常多的家庭 环境 或是他们的经济条件 是不允许让 小孩子有进一步升学的机会 所以有非常多的 可能 比较早出生的这些女儿们 他们早早就要投入 农业之中 或者是到 外地的工厂打工 然后来 贴补家记 来贴补收入 这样 那所以当晚年了 这些高龄者他们在跟我叙述 当年的 困苦跟艰辛的时候 他们都会跟我提到 其实对于养育子女来说 他们自己有 很多的 亏欠的这种心情 那 在这张图中 其实我也想要特别去 指出来是 在 画面的右上方的这一张 台湾的图像 其实这是我 从 硕士论文的 的报告之中 截取出来的一张图 基本上他就是在说 当年的这些 台西村人 在 青壮年时候 他们的劳动的 图景不只是 陷于他们自己的家乡 而是四处先行的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 可能从南到北的 在各个农田之中 协助收割 或是协助插秧 那也有非常多人 他们来到 可能当年工业化 正在 逐渐 蒸蒸日上的城市之中 或者是港都 去担任 码头工人 或是建筑营造的工人 等等 所以他们就是在 这种 其实非常忙碌 然后 他们开展世界 非常的 多样跟丰富的这种 劳动的生活之中 去把自己的家庭 照顾好 然后也因此去 可能贴补他们在家乡 没有办法获得的这些收入的来源 那其实从这张图就可以感觉出来 其实我们 现在所认为的农村 好像是一个 很禁止不动 或是 停留在某一个时间段的一种 很衰老的这种 印象 其实 在当年是非常 动态 然后每个地方都是 对他们来说都是 人生中的可能 一个一个的节点 是 非常 特别 然后也 他们的生 生命其实是曾经 有过这样一段 非常丰富跟 多样的 的景象 好 那接下来我就是直接先进入到 就是在他们老年阶段我所观察到的一些重点 那首先第1个 我觉得基本的认识就是 当我们在面对高龄者的时候 我所提悟到的第1件事情就是 这些人他们 在 谈论的健康跟我们一般人 所认知的健康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那主要是因为这些高龄者其实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病痛 在身 那这些病痛有些是可以在医院里面被诊断出 特定的病症名称 比方说 有很多 罹患慢性病的长者 他们就定期要服药 或是定期要去做检查 那这些病症是可以说得出名称的 但是有一些病痛是 其实我相信 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背痛 或是有时候哪里头痛 哪里不舒服 但这些 不会让我们马上想要去 看医生 除非他成为一种常态 那所以其实像高龄者 他们也有这样子经历 而且他们经历的可能比一般 年纪比较轻的人 还要更为平凡 所以当他在喊 哪里痛哪里不舒服的时候 对他们而言那个不是 一种病 那是一种状态 就是这个时候的状态 没有那么好 但那不代表他不健康 那其实就是说明这些人在 说 他们在看待的健康 或是说我们在 说高龄者要健康 维持健康的时候 他的这种健康 其实是 接受了某一种 可能有些地方就是好不起来 或是 有些时候就是没有那么舒服的 一种 状态 但是在这个积极接纳的过程中 其实他们 还是在 自己的身体的条件 允许之下 会去从事一些他们认为 有办法负担的 简单的劳动或是体力工作 那像这张图中所 可能展示的 两位高龄者 这一位男性的长辈他的 他的一只脚已经不方便了 那他的腰上是有 别或他的护腰 那女性的高龄者 他坐着所以看不太出来 但其实如果他站着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他是 扣揉着他的腰 呈现一个90度的这种状态 但是他们都还在 实践他们的劳动 那这就说明其实这些人他们 其实 我们 一定不会用 完全健康的方式在评价 但是对他们来说 这样子的状态就 够了 其实他们还可以继续在 过他们的生活 那 其实从这个面上就可以 去 谈到 其实这些高龄者 他们的 病况 就是他们的 病痛的经验其实是相当主观 而且 不停的在浮动 那很多时候 这种 他们对于病痛的感受 也是 只有自己 才 知道 所以可能旁边的人 他 看他 哪里怎么样 他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 他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那这其实也就提醒我们在 面对高龄者 或是我们要去掌握 高龄者的病情的时候 不能够完全的 去采纳 他的说法 没错 但是我们也同时要去尊重 他们对于他们自己身体的了解 那其实从这个 病痛的经验 其实就谈到 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劳动的面向 刚刚有说到其实在早年 他们的劳动生活是占据他们生活的 重心 是他们足够起他们生活图像的基础 但是到了晚年你就会发现 非常多的老人家他开始 手脚不听使唤 或是 他的 劳动的生活是需要经过调整的 因为他身体逐渐衰退了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台积 也可以看得到很明显的就是有非常多的 不同形态的 高龄者 他们在 面对他们劳动生活的 无以为继的时候 他们如何去调试自己 那 有一些 有一些名词是他们 很常提到的就是 当他们在形容 完全投入劳动 生技产业的这种状态 所以他们会说自己是 但是当他们完全放弃劳动 完全没有参与在任何的 工作 中 他们就说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是隐郎 那其实高龄者他们都是介于 这 两者之间 那有非常多的人他可能是在 自己没有办法完全投入的情况之下 慢慢的减缩他劳动的空间范围 那有些人他可能是 将劳动切割成更细的单位 然后把一些他自己没有办法负担的东西外包出去 给其他人来完成 那他自己就是负责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 那让他可以继续仍然行使那个劳动的 价值 那也有非常多人他可能就是 将自己的田都直接交给其他人管理 但他自己就辟了一个小小的菜园 然后来处理自己家里面 的吃食 所以有非常多的形态是 就是 当高龄者他们面临自己的身体条件逐渐 转变的时候他们会去 采取的做法 那其实要提到这个东西很 重要的一点是 因为非常多的子女都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高龄者到了老年他还要继续劳动 尤其是 如果已经 出外 然后离乡很多年的 子女们 他们可能都已经在 都市里面 取得 不错的成就 然后他们也习惯了那种工商社会的作息 跟 工作的模式 回过头来他们来看高龄者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 为什么 你现在不缺钱 你也不需要 再为我们那么努力了 你为什么还要在 持续的 在田里面劳动 那其实对于这些高龄者来说 劳动是他们 一生在 践行的 一种价值 那个并不是只是 遭久晚五的工作而已 那是一种 他们安生立命的基础 所以当 这个劳动的生活直接被抽空的时候 其他可以想象原本他的生活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时间都在劳动 当他 完全被抽空状态之下他还能够做什么 所以当有一些高龄者他们 真的 完全停止劳动之后 他自己没有调试的很好的情况之下 可能整天就是关在家里 看电视或是收听广播 其实讲到台西村的高龄者 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一个 基础的 关键就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不适自的 长辈 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小在经历的那个 求学的阶段非常的 动荡不安 所以很多人到小学的 时候就因为 日本政府转换成国民政府等等原因 就没有再继续升学 没有再继续求学 他们一辈子都是用身体在认识他们的 环境或是用身体在 建立起他的生活 当他的身体不行的时候 你 强迫他们 离开 那个环境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 那这也就是 在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后来有收到非常多 可能读者的回馈 就是 提到 他们也会 感同身受 自己在跟自己的 家里的长辈互动的时候 确实会 一直 跟长辈有这样的争执 就是你可以不要再去 工作了吗 你可以不要再去夏天 但其实 我就很希望可以透过这本书的书写 去让大家理解到 劳动对于这些人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对他们来说有非常 深远跟基础的 那种 价值的基础在 好那在劳动以外 我也想要去 谈到他们的社交生活 以及跟社交生活非常息息相关的移动 那其实这也是我认为在偏乡 高龄照护的环境之中最重要的关键课题 就是移动伦理的 讨论 那 我们先说就是这些高龄者的社交模式 其实 大家都会有一个说法是好像乡村的高龄者他们比都市的高龄者 还要 生活更丰富 因为他们的旁边就是他们的亲友 他们的邻里然后都是认识几十年的好伙伴 确实是如此 因为 从刚刚的那个 劳动的图像 或是早年他们的生命经验中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他们 非常 习惯就是 一群人 一起到外地去工作 那邻里之间彼此也会有 互相换工的这个习惯 那这些过程其实都是 累积他们成年的 这种相处关系的基础 那一直到晚年的时候 原本的劳动的 好战友就会转变成可能互相陪伴的好伙伴 那所以彼此之间送个菜啊 然后去聊个天串门子 这样子的生活确实是 比起很多人所 认识到一些可能在都会中 老化的高龄者 他们有时候就只能够关在公寓里面 然后没有什么机会去 跟更多的人互动 或是社交 确实是好一些 但是我们在从这个图景中去深入的去 看 不同的性别 在面对社交的 情境的时候 会发现一些 比较 细腻但是 比较不容易被发现的细节 就是 男性跟女性长辈的 社交模式有非常大的差异 那这张照片他其实是 我们村庄里面的 一间 土地公庙 他的位置就刚好在很多条路的路口处 所以 其实是占据了地利之变 只要大家去农田忙完回来 他们就一定会经过这个路口 然后会经过这间 土地公庙 所以这个地方就很容易成为 大家留下来泡茶聊天歇歇脚 然后或者是 互相交换一些讯息 八卦的一个场所 但我们在这样的公共场所之中 我们虽然偶尔看得到女性的高龄者 但是以 组成人员来说 大部分都是以男性的高龄者为主 那其实 我们会发现女性长辈他们 比较习惯的社交模式 对他们而言是去 开杠的那种模式是 他们可能会走到附近的家户中 看一看有没有人在家 那有人在家他就走进去聊一聊 那也许聊一聊他就跟着坐下来 一起帮忙剥蒜头 或是处理花生等等 他们很容易是在这种互相帮忙 或是一起做家务的过程中 交换讯息 然后聊聊天串门子 那 其实就会发现就是在 公共场合的谈天的内容 跟在那个 家户之中的这种谈天的内容 其实有很大的差异 那其实 在男性长辈的身上 有时候会发现一些比较 特别的状况 就是 当这些高龄者他们 免长 出现了一些 重听的症状 之后 他不一定 愿意 跟其他人 公告 他有这样的 疾病 那 有一个例子就是 曾经有一位他是 原本担任 领长的 高龄者 他其实 从以前就是 非常外放活泼 然后很喜欢到处去了解大家的生活所需 然后关心大家生活的这种 这种个性 那他也一直都是这种公共场合中的一个很核心的角色 但当他众听的这个症状开始日渐严重 其实他在公共场合中他常常听不到大家在说什么 那其实 就是这些高龄者就是生活在台西村的高龄者 他们都不太容易有佩戴 助听器的习惯 所以如果我们光从外观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很难去辨别谁是 重听的患者 那像这样的高龄者 我刚说的那一位 领长 他 后来就慢慢的退缩 就不再出现在公共场合中 他就渐渐的 躲回自己的家里 那本来我自己也 我太确定是 这个原因 是直到有一次我去他家拜访的时候 他才跟我说 如果我在公共场合中我一直 在每一个段落都 用哈来回应大家大家不会觉得很失礼吗 所以他这种不想要麻烦别人的心情 其实就 干脆让他 决定不要再参与在公共场合中 那其实这就显现出 就是其实这种高龄的病症有时候 在不同的性别 身上会有不同的展现 因为相同的也是重听的症状 如果我遇到女性高龄者 其实因为我在家户里面拜访他们的时候 是相对亲密比较亲近的场合 他们是非常愿意跟我敞开在叙述 他们的状态 然后甚至于非常多的女性高龄者 他们有 这个习惯 互相倾诉 然后互相吐苦水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就慢慢的比较容易去缓解掉 那个对于病重的孤独感或是 某种焦虑的情绪 所以 其实不同性别在这个村庄里面他也会有 不同的社交模式跟影响 那其实也会 使得他们跟原有的那个人际关系 或是人际网络的连结有 不一样的转变 好那 我刚刚还没有提到是那个移动 的 伦理 其实从这个社交形态中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其实 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交 我们都一定要步行出去 就是我们一定要走出家门 才有办法跟人建立连结 那其实除了步行之外在这个村庄里面更重要的是 那些基础的 生活需求的满足 他们都一定要到外地去 才有办法满足 他们日常 采买或是就义的需求 那其实尤其在疫情期间 台西村的公车的班是他减班 到可能一天只有两班左右 那这两班其实就让这些高领者如果你只要 一出门你就是 待一整天你才能够回来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是 哭等在公车站然后等那个时间到然后才有办法回家 那因为这些人他们也 没有办法再继续 骑脚踏车 骑摩托车 甚至是开车出门了 很多人他们 最后就是 没有办法 自己去完成这些任务 这些采买的任务 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出去一趟就是要三四个小时 其实非常辛苦 那有些时候 他们的记忆力也 逐渐在退化 所以他们甚至也有时候 不记得自己要 怎么 在什么时间回家 或是 怎么回家 所以有时候我会在 可能 像是大城的市区 或是20的正中心 遇到一些 向我求助的高领者 他们就会问我说如果我要去 哪里哪里 我要怎么走 那 我们现代人都有手机在作为辅助 我们其实 很简单的查一下就可以知道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完成 我们的任务 但对于这些高领者来说 他们不适自 他们也不会用手机 所以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口求助 久了之后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 心理上的负担 那 所以我们在村庄里面会看到很多就是 其实他们的这些基础的需求都是由 周末的子女完成的 就是可能子女在外地工作生活 那周末的时候就返乡帮自己的父母 塞好冰箱 然后 需要 需要他们就一出外的时候 就回来请假一天 然后带他们出去 其实这样的形态对于 子女来说 想必是有蛮多的责任跟 负担的 那如果高领者的症状再变得更加严重一些 当他 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 这样的形态其实对于子女来说就会 变成一个比较沉重的压力 所以其实在 偏乡 尤其是在比较偏远的乡村地区 移动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关键的 他们有没有办法去获取他们所需的一个基础 那 这一种就是 只能够仰赖子女 或是把 他们的生活需求全部都成为 就是个体的 家户的 负担的 这种 状态 其实也是 偏向照顾 最 最最容易造成 就是 各个 各个 各个家属挑战的一个面向 好那就其实在这边就会想要问说那如果我们要做偏向照或他必要的一些中介跟辅助 有哪一些 那其实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人 一定要留下来 那其实这些人留下来的原因当然有很多 可能包括他们 其实跟这个地方就是 长久以来 最熟悉最亲密相处的一个环境 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有他们熟悉的田 熟悉的家 熟悉的邻里 亲友等等 他们知道要在这个地方怎么生活 但是 如果要把他们接到子女的地方 子女的 居住环境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环境 其实很多高龄者他其实是没有办法适应这种新的变动 也有很多人就是 被接过去之后 就开始出现比较迟缓的症状 他可能自己就 开始也讲话讲不好 或是 因为不太容易出门 然后每次出门都要 由子女攜带出去 就会 让他们也 因此有些忧郁或是 过得很闷的那种情形 所以很多人就是送走了 高龄者之后 又再把他们再送回来 很多子女都会有经历这样的过程 其实就是因为 对他们来说 一方面他们也不想要 离开这样熟悉的环境 二方面他们也很不喜欢自己是 必须要完全仰赖子女才有办法 行动 或是才有办法 移动 或是出去 社交或是 认识环境的这种状态 其实大家都很 更喜欢自己 有办法在熟悉的环境中到处 爬爬 然后去 重新去 就是每一天进行 跟他原本的生活 比较相近的那种日常 但是在 这样的地方留下来 他就势必要面临很多挑战 因为子女不在身边 其实非常多的子女 会有很多的担心 那种担心 其实某一种程度上 也是 很难让他们 有一个 可以安放的处所 因为 这些高龄者 他们的生活 其实不是完全掌握在 子女的手中 所以 他们的生活中 到底有哪一些组成 其实 对于这些子女来说 也是 也是很需要去 认真去了解 那在这些 就是 这些高龄者身边 其实 以偏向的环境来说 有非常多的角色 都会是他们重要的支持 如果子女不在身边的话 那像包括他们自己的 邻居 他们的 熟悉的一些 亲友 伙伴等等 都是 就是 最基础的协助 就是当他们 时不时的来查看一下 隔壁的 老人家做过的怎么样 或是有没有什么 菜可以送一下 有没有什么需要 我可以帮你 跑一趟 等等的 他们都会成为 就是最基础的协助 那但是除此之外 其实 因为这些高龄者 他们日渐需要 照护的关系 有时候会有很多 新的角色 进入在他们的生活中 包括像是外籍的看护 或者是 照护员 等等的 那这些人他们可能 就是不同程度的去 协助这些高龄者 完成他们的基础 日常 那很多时候新角色 对他们来说是很新的角色 跟高龄者之间也会 产生很多 不一样的摩擦 生活习惯上的调整 或者一些 小小的 长力跟 冲突等等 那其实 尤其是在外籍看护的这个 面向上 更加明显 我们就会看到 因为语言不通 或者是 乡村的条件的关系 这些 外籍看护他们 相对于 可能都会中的高龄 的看护来说 他们可能 更难以去取得 他们想要的资源 然后 以及他们 更难去获得 比较 临近的协助 所以 这个过程 其实也是 反映在 便乡照护的困难上 就是在高龄者 看护之间 然后 远方的子女之间的这个 关系 其实是 常常是很多家庭需要面对的一个 挑战 跟问题 好 在最后就是稍微提一下这个医疗的面向 就是当他们真的 到了一个 必须要 长期照护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其实医疗资源也是反映在很多 就是 高龄者的 生活之中 那尤其是像 当他需要送到安养院的时候 这个照护私人化的议题就会被 凸显出来 那 怎么说呢 就是 当你家庭的经济条件越好 越有办法去让 高龄者享受到越好的 安老的条件 那经济条件 差的家庭 他可能就只能够 勉强的让高龄者 享受到比较基本的服务 那其实对高龄者来说有 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对他们来说要送到一个新的地方 安养院的这样子的空间去 去过他们晚年的生活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 那所以有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去协助他们 更加的适应那个环境 然后有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让这些人 能够 去就是 不至于让他感觉完全跟家属脱离关系 或是跟他自己原有的 原生环境脱离的关系 那些都会成为 很大的挑战 好那我最后就是稍微去 就是讲到我自己看到 我觉得蛮关键的东西就是 这些乡村的高龄者 其实他们长久以来处在 比较社会结构的边缘 他们一方面是地理的边缘 二方面也是 他们自己教育程度上的边缘 他们不是那种知识分子 精英分子 那其实 对于他们来说到了年老 又是一种 更边缘的处境 就是 已经是高龄的人 已经 没路用 他们很常会用这种形容词来评价 那其实这种 这种边缘的 很伤悲 很自伤 很自贬的情绪 其实就很容易出现在这种 我看待偏向高龄者的身上 其实就回过头来会去问说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其实 整个社会好像弥漫着一种要 要求大家 独立自主 然后有办法 顾好自己个人生活的这种状态 那其实也就显现在 我们也 很希望高龄者他们有办法 独立自主生活 或是他们有办法在 以家户为个体单位的一个 环境中把这个照顾的责任跟 把很多他自己的生活顾好 那其实这个就会对于当代来说是有非常大沉重的压力 因为子女都不在身边 其实就 跟以前的那种老有所养的环境差很多 所以其实就是 这种关于依赖的迷思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 再重新 看待 就是其实互相依赖本来就是人生存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一种状态 那尤其是在 高龄的状态之中 尤其是如此 我们尤其是需要注意到 其实高龄者他们是 需要仰赖非常多人物跟他的知识系统来一起协助 才有办法去 搭乘一个照顾的安养的环境 对 好 那 我就是 在最后就是希望去 把这个东西再稍微接连到 所谓的集体安老 社区安老的这个 环境的建立 就是其实 有没有办法 我们在 谈高龄者 照护 健康 议题之外 有 可以再提供给他们更多的软性的知识 包括像是 他们社交层面的 精神性的 知识的活动 然后 比较不是 只是 纯粹 关注他的健康 而是可以关注到他如何去参与在公共生活之中 然后减少 减少 各种 参与的障碍的 整个生活环境的建构 好那最后就是 稍微简单的 就是结尾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已经跟论文的阶段有非常大的差异 因为论文的时候是以 议题性的 方式在切入讨论这个议题 但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一些 可能在过往的 阶段很难我们在文献中看得到的身影 就是这些无名者的人生 那他们其实是 我觉得在台湾某一个时代 很重要的一群人 然后也是非常大众的 很多 数量很多 然后为数众多的一群 就是默默的支撑起了台湾社会的一个时代的一些人 所以就会希望说这本书他 有办法作为一个记录或者是 一个 石头抛进水里 然后让更多人在对这本书有更多的讨论 跟 回想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讲题 分享到这边 谢谢书雅 非常 你非常 就是 构图非常好的图片 呈现 台湿村子 的 种种生活面貌 好 呈现的 我觉得他呈现的不只是 台西 而是 一般台湾偏远乡村 面临的困境 还有就是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又 把台西这种 他跟哈 或者是跟溪流 非常密切的关系又更加凸显出来 有机会我等一下 就会再进一步 也会参与讨论 那我们现在 先把 麦克风交给 台湾老师 请他评论 好 谢谢韦萍教授 也谢谢人社中心的邀请 我觉得今天这个跨界学术场 非常的有有趣 那 我刚刚在听 苏雅的 分享的时候 也觉得可能 也不只跨界 我们也跨零了 好 那等一下我就有一些简短的分享 那我 苏雅教授有提到说我是做直信研究的 那我就先来做一下这个直信研究者的 作为直信研究的工具 那我就先分享一下我是谁 因为 苏雅看这本留下来的人呢 我一直在想什么是留 什么是理 这件事情 然后今天要来之前呢 我就查了一下 这个 Google的 Map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 我身份证的字号是T 所以我是屏东出生的 我是住六块厕 那我就查了一下六块厕 现在还有我当初的那个林云三村 大鹏七村 还有那个我们去 偷彩西瓜的旧屏东桥 但是我们 我们其实也是一种 六块厕其实是已经就是 那个村是不存在了 这也是一种结构性的牵引 但是迁移的背后的原因跟那个结构性的因素可能又跟我们这些农村的 迁移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眷村是 消失的 那他有一些背后的政治经济的背景 那 那这个迁移的经验呢 我觉得就是 有水平的 就是在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 跟 跟这个跨界 跨代的 这些迁移的经验 那我们那时候的迁移是跟着部队迁移的 所以跟我可能因为要去外地工作的迁移可能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是 举家拔根 再迁到另外一个地方种下去 然后等一下又拔起来又要再迁到一个地方又在那个 那我自己是一直到 后来我妈妈就决定 就是不要再这样子拔来拔去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固定 但是我又 大学的时候就到了台北 然后后来 就 大学毕业过一年 就去美国 然后 后来也是因为想到 家乡爸爸妈妈也渐渐老了 我就又再回来 所以去美国是10年 后来又回来 所以我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迁移的过程 那我是觉得很多 苏雅 书中讲的这个 留 还是要 我要不要留在台湾 我要不要去美国 要不要在美国留下来 我要不要回来 这些经验其实有一些 就是 不是个人 单独就可以决定的 就是他有很多时代或是家庭的被子在背后 但其中有很多 很类似的 一些所谓的迁移或移动的经验 那但是也有一些 很 共通的时代的 政治经济文化这样子的一个印度的影响 那我们从小 的生活其实也都是在劳动 我今年60岁 有时候真的想想退休这个概念到底要怎么计算呢 因为我 从小都在家庭劳动 那像我妈妈也是 除了当家庭主妇 这个 也是在我们家的小院子 在六块厕的那个院子 她也养鸡 刚刚讲的这个水的经验 那因为我们就在高屏溪旁边 所以她也曾经为了要洗那个积粪 在台风快来的时候差点去 高屏溪洗那个积粪 就差点被水冲走 如果她被冲走可能今天我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这种生命的无常还有自然的 又亲近又害怕的这种经验我们也是从小都有 那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个迁移 除了苏雅提到的可能因为外地的工作啊 或者是玲农啊等等这样子的 那其实她也伴随整个台湾的经济发展 那还有就是 你的家庭本身拥有的一些 个体性的一些条件 那书中也有提到有些人可能家里的 状况比较好有些可能就不行 那像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我的很多的同学们 尤其是女性的 同学们 很多那个时候要脱离 那个家庭里面的那个 框架或者是 不期待女生的那个状况 那 读书就变成我们一个 向上 的发展的机会 就是所谓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 那 我们那时候我很多 我们比方说我们高中念 念女校 新竹女校 我很多同学他们可能是来自于 新竹县的乡下 甚至是苗栗的乡下 那如果他们成绩还不错 可以考大学 有的时候真的是 要去 拜托老师 那时候的老师有个责任 要去拜托 要家庭访问拜托 说爸妈妈可不可以 你女儿 可以讨厌 给她一个机会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靠着读书 我们突破性别的框架 家庭经济的框架 然后可以有了一个 机会 所以那时候的向上 其实也是某种程度 就必须要向外 那现在到了老年的时候 我们又 又 因为我们老了 我们就期待年轻人说 你们是不是年轻人到回来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论述 这个前提蛮调诡的 至少我个人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牵引经验 我蛮不愿意 把这一个 复制在现在年轻人的身上 这是一个 那另外 就是这个刘跟黎呢 其实也不是我们 台西唯一的 事实上在1991年的这个日本社会学家 大野黄教授呢 他就提出了这个 限界极落 那我们把它翻成极限村啦 那他的定义其实还蛮明确的 就是因为高龄化 还有 人口外流 当然人口外流 如我们两人的分享 他是一个 持续动态的发展 不是到某一个时间才开始流 那这个导致了空洞 1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的半数 那苏雅刚刚有提到台西村2018年访谈 资料村长就有说 400多个里面260个 就是等于差不多是6成以上了 早就超过这个极限村落了 那是2018 那现在是2024 所以极限呢 刚刚这个书中很多 很细致 文笔非常好的描写 都是可以看到 比方说他们 作为一个共同体 他的互助机能的维持 已经达到紧绷 就紧绷 那所以这个持续运作下去 非常困难 例如刚才也有提到 公车减班 然后路线取消 还有没有医生了 这种叫无医村 然后社区共同事务的讨论 我们现在去很多社区据典 那甚至有一些是所谓的这个 基优的这个经典据典 他们的 主事者都一直很焦虑说我们快要关门了 因为没有年轻志工来传承 还有宗教祭典 那我们书中五节 也是要 西王祭 K-O-M K-O-M 那这个 祭典 那像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Mazzo 他是全台湾全部的人一起去 一起去共襄盛举 才可以有这种 不然如果是一个村子 他可能就没办法 那这些文化活动等等 甚至是 私人婚商喜庆 因为现在 整村以前我们常会去这村吃喜酒 坐火车去那边吃喜酒 现在都没了 现在没人 结婚者也很少 结婚者也很少 不然就是 模式也改变 就是 要去哪里造婚纱 要去 要去哪里 这都不太一样了 那还有舒雅提到的 照顾 我们做送餐 等等 这些都已经没办法由这个 村里社区邻里 来互助合作完成了 那就进入这个极限村 另外极限村还面临到就是 为什么老人一直高龄比例增加呢 其实就是少子的关系 那全台湾 我们在2022年天下杂志就有报导过 台湾2022年就已经有179个 五子村 出生率是零 那这个是 五子村不是都在偏乡 六都都有 那我们看前面五名的 五子村 最多的是新北市 然后再来是嘉义 嘉丽县 苗栗县 还有台南市 又一个六都 那还有南投县 那新北台南这些所谓的六都有五子村 是因为他们当初合并了 那个 这个台北县 还有台南就合并了台南县 所以这些比较 五子的极限村落就是在当初的这个 比较偏僻的这个 就是 六都的边缘 那相关的这个 天下杂志的报导大家可以看 那 我们今天讨论安老在乡 那我想要 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到底是谁的愿景 大家都 很爱说 怎么在宅安老 在地安老 可是我们实际上在做 老人服务的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 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 也是 作为一个学术的 对谈 我就比较提出一个 融火提出一点比较critical的 看法到底这个是谁的愿景 好那我们可能以前会说 这期 所有的老人都希望在宅老后啊什么的 那是他个人的愿景吗 还是他的家庭 我们刚才有听到 家人还是希望说 长辈就好好的啊 你不要 够没用啊 等下你拨抖 是什么人比较辛苦 之类的 还是社区呢 家里不行 那就是去社区啊 社区据点啊 社区据点我们很多 努力邀请 长辈不出来的还是不出来啊 或者是刚才讲到 志工没有年轻人接 是城市吗 问市长 还是问县长 请问你怎么达到这个在宅老化 那 国家呢 国家的角色在哪里 全部推给地方 地方创生 能社区自助 还是什么 那 那我们就要想好愿景大家也许 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可是 真的要去 达成 达成 就是真的要让他 实现 我觉得这个又是更 大家真的要当土耳 可行不可行要怎么行 好那现在我们 个人 越来越老嘛 我可能生病了 我可能失智了 我可能就是 各方面的经济的资源 都用尽了 好所以可能个人我们就暂时不期待他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个 至少安老可以在家 要他个人去达到安老在乡 大概就不行了 好那 那家庭呢家庭也因为少子少子女化 还有子女 国际 移动 现在还不时在国内 国际移动 国内移动 那好我们就先暂时 解除了个人跟家庭的这个置顾 那是谁 要达成这个愿景 是社区吗 城市吗 还是国家 所以问题还是 一样 那很多的解方 我中间空了一行 就是现在很多的 解方都说 没有年轻人返乡 那就不可能安老在乡 所以这个是年轻人的责任吗 我都要返乡吗 我返乡还要去地方创生 我还要 发展 地方的经济 哇这个负担很沉重 好 那我们把我们的年轻人都想象成每一个人都是 一肩扛 一肩扛两蛋 以前我们小时候有这个 这个话语 那 还是说我们要靠科学园区 我们就去把这些片箱全部都盖一个又一个的晶片厂 那是不是他旁边所有的 土地也变价值了 年轻人也愿意回去了 学校也因为 年轻人多了又重新盖了 这是我们想要做的吗 那至少我们目前台湾看到有很多 新的科学园区 晶片厂的移动 确实也带动了 当初这些荒废的 乡村地区的发展 乡村地区的发展 而且是 out of imagination 完全就是当初所有 在地的或外地的人 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一种 熔景 quote and quote 的熔景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台湾是不是以后就 国家层级 来发展 圆区 那是不是可以 解决这个安老在乡的 的问题 那最后我就想要提出一个 我们也很努力 尝试了一件事情 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是芒果干的故事 大家可能有人有买过 这个 这个 蜜望果铺的 果干 那蜜望果铺的这位 芒果哥 赖永坤 他是 我们台大同一届的 同学 那他 大学毕业 没有多久 就 感动到家乡 老爸爸在家 种芒果 的那个需要陪伴 所以他 在 我今年60岁 所以30几年前 快40年前 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工作几年他就回去 预警种芒果 那 后来就慢慢的发展出来 这个 因为农民也老化 然后经济规模 还有那个气候的变迁等等 所以他开始造集 小农做果干 那同时也做社区照顾 那我们 大学毕业 就是 30年之后 我们有了30重聚 大家就发现了 永坤哥的这个芒果干 可是他那时候规模比较小 所以我们有各种 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 有的是商业的 那也有一些是 农业的 还有一些 在 各行各业都已经有了基础的 所以大家就 脑力激荡 他的这一个 比方说鼓励他去参加 台南十大伴手礼的比赛 然后帮他做外文的翻译 包装的建议等等 然后 协助推广 所以变成是我们很多同学 就是用一种informal的力量去 共同经营了这个 品牌 那当然这是 永坤哥的这个 蜜亡果库的芒果干 那现在这个芒果干 在台大也有卖 在百货公司也有卖 然后在 也已经外销到日本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芒果干的故事的分享是 也许社区不只是零 社区可以是网络 社区可以是 年轻人不用回乡 也可以帮 上忙的一种 一种方式 那我们的community可能也不限在 这个 国境或湘境 之内 只要人有新 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有创造很多新的可能 那最后是想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在这么多年的老人服务里面 我非常的惊讶的是 我们的长辈的那个调试力 非常的快速 这可能真的就是惦记于他们这一生的 变动 跟适应的故事 比方说 大家的概念里面还是觉得长辈希望有 小孩来照顾 可是我自己实际上在 服务长辈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现在的长辈 的认知已经改变了 他们都要求自己 本自己来 不要让他们惦顺 让他们去做工作 让他们去买孩子 不要让他们惦乐 不要让他们惦顺惦乐 这是长辈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那他们自己 也要求他们自己要适应 要改变 要创新 所以最后就是说 我觉得 偏向安老 也不一定要现在哪里 现在什么方式 那我相信未来长辈们跟我们一起 可以有很多新的 发想 来创造他们的新生活 创造新的经济形势 还有创造新的 安老在乡的模式 谢谢 谢谢 谢谢裴山老师的 评论 那我们 等一下 也 也可以请 就是请 书雅 一起回应 那我先丢一个问题出来好了 然后再看那个 slide里面 的问题 好 就是说我先问一个问题 然后呢 那个 书雅可以 一起回答 然后我们再看 slide里面的问题 我们 让书雅自己挑选好了 这样好吗 刚才裴山老师的回应 跟书雅的叙述 有一点比较 也有类似的 有很多很类似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 比较不同的 那我觉得应该是裴山老师 因为有 很长期的 的 面相照顾的经验 所以 也可以 就是可能可以看到 老人比较正面 或者是积极的 面向 另外就是我觉得 这个书雅的叙述 书雅的叙述 有多多少少带有一种 离乡尊女的一种愧疚 就是说 对于 阿公阿嬷在那里 然后看到 尤其是 台 台西村又是一个极限村 就是 非常 65% 就是从你刚才看到 就是更加 更加 就是 极限 就是这个光谷的 最末端就是了 所以 有一种 无论如何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一定会有那种 自己的人生的经验 是在里面的 所以或许等下 书雅也可以 可以回应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向我解释的这样 那我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 这本书呢 其实 跟一般的学术写作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呢 有很多很丰富的 个人经验 那 也有很多生动的故事 跟学术经验那种 学术写作那种概念为取向的 这种概念为前导的 那种写法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是很能打动人的 就是说 读起来就不像 学术的书一样 觉得很 很坚涩 然后也不容易理解 但是我觉得 书雅比较 厉害的一点 就是说 他也在有意无意之间的 暗藏了 就是那个书写的过程中 其实是暗藏了很多 学术的概念 其实他也不会 时宜的把一些 无论是城乡学者 或者是人类学者的 理论带进来 只是带得很漂亮 比如说呢 我就看到蛮多 Tim Ingo 的 Citation 是不是 就是说 他还是引用了人类学家 尤其是因为他在英国读书 所以他还是用了英国学者的 这个 概念 但是呢 其实是蛮暗藏的 就是没有讲的 很白的讲出来 因为很白讲出来可能 读者就会觉得很有趣 所以呢 我觉得 书雅也写了很多 老人的日常生活部署 这又是很普通的 写法 就是人物 事件 然后地点 然后呢 而且 用一种比较直接 感知的方式来书写 生活经验 那其实这个是跟人类学家的 的做法 这样这样接近的 就是说 是这样子 所以呢 读起来 就是说我觉得 这是一个 很平衡的 一个写作 就是说一方面也有学术的 思维 另一方面呢 也有 那种 人生中的 或者是 生活中的 这种很 直级的 很直接的面向 所以我的问题是 我想要问 书雅的是 为了做公共书写 你做了哪些准备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 因为你还是一个比较正统训练的嘛 就是台大城乡所毕业 然后现在又在 英国念 念 博士班 所以呢比如说你可以给我们读者 告诉我们说 你为了做这样的公共书写 你读了哪一些书 然后 或是说 不只是书 或是你是不是很常 读一些 DTT 的 或者是D card 的那种 那种writing 你觉得这样子你可以 更加的接近 读者 是不是 这样用 使用他们的语汇 会更加接近他们 所以呢也让年轻人 觉得有一种亲切感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或许你可以简单的回应我们两个 然后我们就开放让 线上的 就开始回应线上的问题 好 我先回答 刚刚 那个裴三老师提的一些面向 基本上我是还蛮同意老师的看法的 就是尤其是在后面 因为我这本书的写作 我基本上是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 在叙述这些乡间老化的老人家 我其实很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得到 更多不只是 关于照顾的老人的 面向 其实在写的时候也会很希望可以 不要用那种很悲情的方式去 渲染他们的生命 那我先回答第1个就是 关于刘跟李的这个 张力 其实 早年他们在 谈到 留乡还是离乡的时候 非常多的长辈他们 当时的那个想法是 离乡的人是有出息的人 那这确实是 也 成为他们为什么会去评价自己 无路用的人的这种 这种来源 因为 能够离乡代表说你有办法在 一个陌生的地方 杀根 然后 找到完全不一样的 生计形态 然后可能会是比 在农乡 还要 有更高的经济收入跟更好的照顾家庭的资本 那确实 所以在当年那个时候 能够 离乡的人其实是被视为是 很正面 而且很积极 而且会被鼓励的 但是在 这个时候 为什么用留下来的人来书写这本书 那留下来的人 他们为什么留下来 其实我觉得 其实确实有非常多的 讨论的空闲 那其实留跟离之间的这个 这个 迁徙的过程 对于这些 真的现在留在 家乡老化的人来说 他们也不是 没有过这种迁徙 移动的 生命 经验 那其实他们在早年的时候 我有写到一些 可能他原本 打算要离开 可是他后来 还是决定留下来 或者是 他其实离开了好几十年 然后后来又 回来这边居住的 这个过程 他确实有非常多个体的差异 那 当然就是 我很同意说 其实他跟 时代的背景 或 当时的政治经济的情势 都有 很多的关系 所以 其实我觉得那有 更需要更多的书写来 丰富这些 内容的讨论 就简单回应到这边 那另外一个是 关于 安老在乡的这个愿景 我确实也觉得说 其实我非常的 印象深刻 就是我当年在写 硕诗诺文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是修 光仲老师的课程 他也是我的指导教授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当时我们在讨论到乡村的情定的时候 老师那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说 其实有些地方 他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留下 没有办法有人留下的话 那就 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对但是 其实我一直到可能这几年 再继续 跟这个议题持续保持 管齐的时候都还会 一直拿起来想的问题 就是到底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需要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么做 但是我自己在 真的接触这些人之后会觉得 在乡的安老是必要且重要 对他们来说 那个 真的是不只是 因为我自己觉得啦 就是你如果 去看到都会区的老人家 你去 比较不同的 那种 老人的 生活状态的时候 可以更明显的 感受到 所谓 文化背景的那个差异 对于不同的老人家来说 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 当他们习惯那种 乡村的生活形态的时候 他要 要让他 离开到其他的地方去 我觉得这是有个体的差异 有些人他可能可以适应得很好 但是 我看到也有非常多的人 他真的就是 适应不良 而且会 因此就是 产生更多的 压力 一些紧张情绪等等的 所以就当然 我自己会觉得说 老在相他可能 好像 以 我们 实际现实的条件来说 是很困难的 事情 但 以理想的层面来说 我还是会觉得他对于 很多人来说是重要的 那其实我觉得关键的课题是 当我们今天 想要 以什么样的方式 有尊严的老去 然后度过我们生命最后一段历程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 去 如何去评价 我们要怎么去 对待老人家 或是怎么去 处理 高龄照护议题 有一个 很重要的基础 就是我们要一直去思考到 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 怎么样对于这些人来说 我才是很尊严的老化 但是我自己也是 我可以同时回应 就是那个所谓离乡孙女的这种情绪 以及就是年轻人到底应不应该回去 那当然就是我自己在 在做这个研究说我也是一直不停的在思考怎么办 就是到底该怎么做 但是其实我这本书里面其实没有提 提供什么解放 原因也是我自己觉得我个人没有办法 完整的回答这个问题 但 我觉得有一些很细节处 其实是 那个断裂的地方如果能够 能够衔接到位 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比方说关于资讯传达这件事情 那其实对于乡村的老人家来说 他们没有什么手机 或是 电视的 讯息什么 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那么 轻松能够接受到讯息的方式 所以 我刚才看到slido上面有人说 为什么 偏乡 长照2.0有很多东西 好像有 提供这些资源 为什么没有办法在 这个乡村地方 能够满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些人到底有没有接收到 相关的资讯 好然后 就是 这是到底要怎么样让这些高龄者可以接受到完整的讯息 然后也有办法知道说 这个状态我可以找什么样的资源 找什么样的人来协助我 那他的下一步是什么 有没有一些比较清楚的分类 然后有没有一些比较 让他们能够 容易明白的 解释的方式 然后以及 传达的管道是什么 那些都是关于 资讯传递这件事情 很 很细节 但是很关键的一些 环节 就是他不是只是把 资讯丢过去 就算 结束 资讯的到位 他不是只是把 把资讯丢到他们的身上而已 而是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我收到这个东西好 我知道我要怎么做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细节的这种衔接我自己觉得 在讨论这种 安老在相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就他不需要非常多的 资源投入 或是人力的协助 他其实 只要改善某一些关键环节他就有可能会创造一些 不一样的正面的影响 那 其实我自己在做 就是 自己在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的理想 其实确实会有这种 可能有一点 会亏欠的心情在 书写这本书 就是当我在提到这个的时候我没有办法 直接说 我觉得 这样做就是 这样做就可以了 或是 我完全跟这件事情无关 所以当然会有自己的主观视角跟立场在 处理这些 材料跟 议题 所以那其实真的就是 因此我跟裴珊老师可能在 迅速这些事情的那个 那个立场就会不太一样 但就很感谢 两位老师的 就是 见解跟 意见 你回忆一下我的那个 就是你在 Writing上 好然后 就关于公共书写 我自己有一本参照的书籍 就是那个 为民意写的 晋级工人 我就是真的觉得那本书 但是我就是 第一次就是去参考 要怎么去把这种 这种论文转化成公共书写书籍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书来源 但是后来写出来都也发现说好像 跟他写的那个调性是 差异很多 就可能每一个人他在面对 题材的时候经历的那些挣扎 然后 扪心自问的一些问题 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表现出来的 状态就会不一样 那 我觉得这也跟就是书写的目标是什么 有关系 所以我自己在处理这个研究课题的时候 其实就很希望是 用一种比较 让人能够有代入感的方式在阅读这本书 然后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有一些 思索 或是有一些 空间可以让大家 就是持续对这个议题有些关注跟讨论 OK 裴生老师因为我 我觉得slido上的问题是比较 practical的 就是很实际的 你要不要comment一下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问题 还是值得回答的 谢谢大家在slido上面的问题 提问 那我自己在社会工作 跟老人服务 长期照顾的这个 这些领域里面一直就是 从年轻到现在都是一直在做 那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 仍然存在着很多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 都是不容易解决的 因为我们面临到很多现实在 不同系统的生态上面的一些框架 跟困难 那同时我们的这个 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包含在医疗方面 那像以前我们一定强调的是 在线 在现场的 onsite的医疗 但是现在因为 因应这个超高龄化 的来临 那我们 也很积极在发展这个 数位 远距的 甚至是在宅的医疗等等 那这个其实也会 相对带动很多产业面 必须要配合的部分 比方 医疗的执行 各种的器材 如果我们都 相信说一定要 几百万上千万的 器材的 才是提供好的医疗 那当然就一定要去更大的医院 可是如果我们要在乡 那就要有不同的医疗的模式 所以我们社会工作 长期照顾的这个观点 比较就是说 很期待我们整个的社会一起来思索 不同的section 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专业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 合作 共创 那 我们其实提出来的这些问题真的是 蛮大的 不是很容易解决 但是 也是 就是像刚才 老师有提出来 还有舒雅有回应的那个 李湘的孙女 这一个 其实我 我自己做服务 还有我看到我们的长辈 我还是很想要强调就是 我觉得年轻人就是抱持着一个乐观看待的 这样子的一个 态度 那你们愿意参与投入 提供你们的智慧跟 力量甚至是劳动 来一起投入这个 这个领域的 长造的这个工作 那我觉得就是 很棒 但是 也不用特别觉得说这件事情就是很困难 很难做到 因为 little by little 我们还是 我相信台湾都是可以想出很棒的方法 尤其在社区安老的这一块 我们是相对于欧美 很多其他国家 是 条件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的 城镇的距离 城相距离 其实是很短的 那我只是提出这个是我们非常大的优点 我们 在学术界 也 接触到很多的 这个欧美美国 甚至是日本的人现在来台湾 跟我们学这个community care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很有 很有希望 然后大家有更多人对这个事情 像各位在线的 伙伴 这么样的 这个关心 我觉得是很有 希望 OK 我觉得slido上的朋友们 其实他们 很希望我们 可以提供 直接的回答 要怎么做 就是要 要怎么治标 要怎么治本 然后要怎么解决 这个困境或是改善 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 也不是在座我们三个 可以直接说明的 因为它涉及的 的面向实在是太多了 就很像裴山老师刚才讲的 国家 社区 然后人 又有不同的人 是不是 不同的子女 有在都市的子女 然后有的是很孝心 很有孝心的子女 又很有钱的子女跟 比较 弱势的子女 所以 要怎么样对这个问题 提供一个 现在就有一个很清楚的 Picture 怎么去解决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我觉得 我们这一次的讨论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是逐步在讨论 就是逐步在思考 那 苏雅的这本书呢 其实是 站在老人的角度 就是说他毕竟是台 台子村的 台西村 台西村的女儿 就是孙女儿 他去那里 比较容易 接 比较容易 被接纳 然后进入老人的心里 像我在做研究 有没有学家 在做研究的时候 有时候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说 那老人也不会随便 对别人讲 所以呢 我觉得苏雅的研究 其实是 蛮好的 就是说他比较说出老人 心中的 那种不独感 以及他的困难 我觉得过去的研究 没有一个人 可以把 至少我看过的 没有一个学者 可以把那种 心里的 那种心里的感 老人心里的感受 写得这么样的深入 那 至于 practically 就实际上 政策上 我们要怎么样改进 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能也不是我们这个talk 不是我们这个线上可以 可以提供的 那只是说我觉得 裴山老师其实也提供了另外一种 就是老人的 想法 OK 那因为我们时间也接近了 我们必须要在一点 一点准时结束 是吗 我们的助理 是不是 就是说 两位还有没有什么意见 超时15分钟 OK好 没关系 我以为一定要一点 一点结束 好 那最后再给两位一些时间好了 无论是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个助理可以再往下 移动一下 那大家在看的时候我把握时间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 现代的生活有很多的可能 比方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些长辈 他可能渐渐没有办法 他必须要到大城 或者是 或者是 20 的城里面去买东西 那但是他们自己 有时候会透过那个 实际日常生活的规划 比方说他会规划我今天要去哪里看医生 那我就在 那个看医生的途中 我可以在哪里停 所以他要开始 不像我家楼下就有7 的这种 他刚好是一个对比 那他因为比较远 所以他们 在生活上的这个采买 他需要更有计划 所以比方说如果年轻人 他可以协助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那 那其实远一点去采买也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也是我们还蛮乐见的 或者是另外也会有一些新的商业模式的 新的商业模式的一个新起 比方说在乡村地区 就是菜车 就是长辈没办法一摊一摊去菜市场 菜市场已经消失了 那但是菜车可以说 你买什么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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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包含一些 日常的家里面要整修 小的修缮的这些五金 菜车也可以 他变成这个小型移动的超市 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目前是 是这样 然后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就开始去返乡 做专门的交通接送服务 所以也会有一些比较小规模的 但是就是跟我们台湾在 整个经济发展的 历程里面一直比较promote那种大型的 企业型的这种经济 那我觉得随着 超高龄社会的来临 我们要慢慢是不是回到 早 以前时代 那个比较小规模的 比较 基于社区的需求 或是情感为基础的这样的商业模式 OK 我再回应一下那个书雅 因为 我做的 我自己做的田野在台南县 就在积水西旁 所以当我看到台西村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非常熟悉 因为他们也是有一道提防 把他们隔开来 但我自己在做田野的时候 虽然是20年前 我比如说我的房东他也不是字 所以你在讲的时候就马上想 让我想起我在田野的一些印象 就是 我很同意 裴山老师刚才讲的 菜叉往往是 可以帮忙他们解决一些生活的 比如说他希望有肉 或是说他需要买什么菜叉 往往 可以帮他们准备 然后就是村里有一些小杂货店 他们也可以做 就是小杂货店 没有那个7-11 绝对没有 就是小杂货店 会提供这种服务 还有就是在农村里面 他们往往有那个 轿车的服务 就是他们四五个人会一起搭车 到 比如说我自己的田野 他们就会从乡下到新营去采买 然后大家在一起回来 所以这个也提供了老人一些服务 服务就是 或是说他们隔天要去骑美 他们有时候会透过自己内部的网络 去问说 第二天有没有也要去骑美看病的人 然后一起去 然后他们也可以叫车 直接到骑美 就是从台南到骑美 所以 因为我在书雅的书里面 比较没有看到这个面向 书雅会 要不要回应一下 好 那种菜叉其实也是有在台西村里面出现 而且他们菜叉那个形态其实不太一样 可能有人是专门来送鱼的 有些人是专门来送菜的 那所以有些人是专门就是那种 扫把五金那种 日常用品 可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这种 这种菜叉 这种车啊 它其实 不是那么固定 或是定时 所以对于一些高音家来说 那比较像是 我有急用的时候我可以 就近赶快 处理一下解决一下的 一个管道 但它不太是他们 日常定期要满足所有 生活功能的时候有办法去 完成就是透过这种菜叉的方式 完成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像是那种白牌车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叫车一起去干嘛 首先是白牌车他其实蛮贵的 他不太便宜 他可能一趟就是六百块 以我们这边的状态来说 然后再来是 那个白牌车他通常都是就义的时候会有需求 就是随着自己去 不太容易是可能跟别人一起分得去 那所以 其实我觉得以 他们自己的高龄者他们 的状态来说他们不太喜欢就是 像这种采马还要一起 就是 就是 就是他们会觉得那是一个我自己的 需要去完成的工作 不太是 我要跟别人一起 有办法去完成的 事情 那其实对他们来说最便利的方式 还是 就是周末的时候可能 子女 来 然后帮他来解决这些东西 他可能就带着他去蔡西亚 然后 他可能就是边看看 然后边 指挥说 我要买那个 我要买这个 因为这对他们来说 其实蔡西亚还是 选择比较多样 然后也比较有办法去满足他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个状态 而且 其实有的时候对他们来说 逛蔡西亚也是一个 一个 很有趣的 乐趣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 应该说刚刚老师提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都是 他们自力救济 或是自己解决的办法 可是其实我们目前 我觉得目前在台湾 比较缺乏的是 我们 有没有办法就是不是 单纯依靠个人去想出一些解决的办法 而是 有一些可能 更基层的一些 社会的条件来去支持这样子的 系统 可以去 让每一个地方的 高龄者他都有可能有这样的服务 可以去 享受 因为 我觉得他 营幕型的状态来说我看到的还是比较不定期 或是比较 可能个体需求满足为优先的一种方式在 完成这些事情 那我另外一个我想要去 特别回应的是就是 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有个重点是 其实我们在讨论的乡村 他也不是一个 乡村跟城市的对比而已 而是乡村城镇 都市 中间他有非常多过渡的连带 那每一个地方的那个 条件也差异很大 像刚刚 老师有说到杂货店 像台西村就完全没有杂货店 其实每一个村庄他的生活机能到底缺了什么 烧了什么 或者还有什么都 很不一样 那乡村跟他乡村附近的那些 城镇中心 他的那个状态也很不一样 就是那些城镇中心 比方说 以台西村来说 他附近就是大城 大城 大城 大城乡的那个市中心 好像也 比较有热闹一点的人气 然后也有 也有全家 但在那个地方老化的人 他们可能 相对于台北来说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所以我自己觉得 其实我书写的这个东西 他可能跟 他可以某种程度上去看到 台湾农村的 缩影 可是不能说 能够完全类比在 每一个 城镇 每一个乡村中 因为其实每一个地方的条件 也是有点差异 所以我自己觉得 理想上如果真的要去回应 所谓的 照照顾的议题的时候 好像还是需要去进行一些 资源的爬出跟分类 然后才有办法 真的对增下药去 回应到不同地方的需求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台西还有邮局吗 没有 也没有邮局 好 最后还有几个问题 我想我们在1点10分结束 最后还有一些问题 其实跟你的writing 就比较有关系了 就是 后面的那几个问题 你要不要再 多讲一些你 你自己的writing的经验 因为毕竟你是一个 怎么说 就是学院派训练出来的学生嘛 但是 你的书写 看起来非常的流畅 也很通顺 对 所以很能够打动人 那 除了你刚才跟我们分享 就是你看了 问妮毅老师的 这个 这个晋级工人之外 你还有没有生活上 你怎么 你怎么让这种 怎么说 公共书写的 这种怎么说 感受吗 感受吗 你怎么 你怎么去培养 比如说你有没有写部落格 你有没有 没有 或是 我自己可能平常本来就比较会去记录生活吧 就是可能不是真的会发表的东西 但就是自己会习惯记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很大部分的材料来源都是我当时的一些田野笔记 所以田野笔记 我应该说这可能算是一个建议吗 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往公共书写这个方向前进的话 就是多写多记录真的有用 因为你 你在离开那个 情境之后 你要回头去寻找到什么东西让你触动 一个最好的来源就是从你的笔记里面去找 因为笔记有时候会去记录一下当时你的一些 情绪感受 然后那些东西就比较不容易是在论文的时候有办法呈现 然后 但他在承受的时候会是很关键的东西就是 跟你到底关心什么 或是你想要写什么东西好像有 很直接的关联 所以我自己在写书的时候其实是经历了蛮多这种 这种过程就是 要怎么去把我的主轴抓出来到底要写什么 其实是从我自己 就是整个去爬出过去的那个研究的历程 然后去看我的笔记里面到底 记得哪些东西 然后才 慢慢去梳理说好像可以怎么写 但我觉得以 文字的调性来说好像就有点 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说明 因为他就是一个可能个人写作的 的习惯或是风格的培养 所以 我只有一个就是 一个当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想要把它写的让人可以 看得懂 因为我觉得写书他的 第一要务就还是 让人想要阅读下去 所以我希望可以写出一本是 别人想愿意读的书 所以 我觉得那个文字比较通俗一点 好像会 有助于 达到这样的目标 除了文字之外你的照相你的照片也照得很好 就是说整个构图或者是 这个抓到那个一瞬间也很好 你在田野里面或是你在台西村你常常拍摄吗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你的书里面 你这个插图 插图的插画的跟你合作的人 沈恩宁 沈恩宁 对 他的插图也画得很好 那你怎么 你怎么去找到他合作呢 你这个过程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我先说那个为什么我的书里面没有用照片呈现字 就是 其实在写 写书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研究伦理的考量 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他的 呈现是跟真实的人物 还是保持一点距离 所以我希望他不要是用真的很 实际的人物的形象出现 像包括我刚才在做的那些简报也都 不太容易会出现大家正面的图像 对 之所以会跟这个 茶华家合作也是跟编辑牵线有关 因为当时我在找编辑讨论这本书要怎么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有讨论到 那书里面有没有需要用一些 其他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 那个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有 图绘的想法 就是不要照片 可是我希望可以让他 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体会到那个地方 或是那些人 物的 样子 样貌 我就 觉得茶华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那个时候我在跟编辑讨论的时候 其实就是 只是跟他说我希望找到 能够 描绘出一些人物的 身体的细节 或是 他对描绘一些相分的风景是 愿意尝试或是有经验的 那很幸运就是 沈恩明这位 茶华家 他本身是彰化人 然后他在 做这本书的插图的过程中 他其实是自己花了一些时间 到台西村去 寻找 素材 所以有很多的风景画是 当时他 结束那一趟 田业之后 回来 跟我分享的一些画 然后我后来觉得好像 也蛮适合的那就留下来 所以 插画的一部分是这样产生的 那另外一部分是 我可能会想要去还原一些 现在没有的事物 比方说当年他们早年怎么生活的 或是 当年他们在跟我叙述的某些情境 有没有办法用图绘的方式 让读者更感同身受 因为以我自己的年龄来说 我会觉得 当他们在形容那些东西的时候 好像 很难去 知道他到底在讲的是什么画面 所以 如果有办法去提供 插图的话 可能会对于 像我这样子年纪的人来说 就会更有亲切感 所以 我就找了一些 就是根据那些老人家对我的叙述 然后找了一些相关的图片 然后 作为材料就是分享给插画家 然后让插画家再 把这些 图像画出来 那也有一些部分是 就是可能我提供 真的照片 就是让他来 汇出他觉得适合的 图像 但其实就是我自己在这个村庄 研究的过程中我很少拍照 因为我一直都 我对于就是拿起摄像机 这件事情一直会有一点疑虑 就是我还没有办法抓到这个平衡 就是什么时候 对于 被研究者来说 怎样的照片的距离 跟那个时机的掌握是什么 其实在那个 硕士论文的研究阶段的时候 其实还都 有点在摸索的状态中 所以其实没有留下很多的 就是 人物的记录 这样 OK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舒雅今天 跟我们分享很多 他在写作上的一些 或者是观察上的一些 技巧吗 或者是经验 那我觉得 对当代的公共书写而言 图片变得很重要 就是他不只是文字 所以 怎么样去找到 就是说对摄影技术的 也需要有一些对摄影技术的 学习跟 理解 那另外就是各种媒财 是不是 各种媒财 他也可以帮助我们整个公共书写上 增加 某一种说服力 是不是 就是我在读的时候 我常常会停下来看 这些 这些插画 去想像 这个台西的 台西村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空间 所以呢 我觉得 今天可以请 苏雅来跟我分享 是很好的 那另外也 再次感谢裴山老师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社工的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他在前线 前线是不是 或许是前线 对对 或者是极限 也都可能 他的 种种的经历 那我们今天的 也谢谢 线上的朋友 一起来参与 那或许我们 能够回答的 有限 不过呢 我相信 苏雅应该会很乐意 在email上 跟大家分享 我记得你有留下 你在这本书好像有留下 email 是不是 欢迎 线上的朋友们 有问题 再跟他 多 多 多交流 那我们今天 就要谢谢大家的 参与 那我们今天的 第一场 就要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